这期继续讲成长第57篇 现在能指望的 只有把水搅浑 费尔南德斯用电台下令 血洗华人去 制造民族裂痕 为下一步分裂这个国家打下基础 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这是费尔南德斯的小算盘 他是有理想有报复的人 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杀人放火 从印尼来的暴徒们 接到可以杀人的指令 其实他们早就放飞自己了 烧杀掳掠是基因里自带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什么命令 长久以来 华人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房屋被焚烧 财产被抢劫 女人和孩子被屠戮 多年积累毁于一旦 有些人吓破了胆 有些人绝望悲观 也有些人奋起反抗 华人区以前组建过防卫队 装备有线弹枪 后来林家和王氏接了亲 以为得到安全保证 防卫队就解散了 但这些枪还在 灵星的抵抗出现了 一些华人男子拿起了枪 他们没受过训练 只是会开枪而已 也没组成团队 而是各自为战 枪声响起 有人倒下了 鲜血刺激了暴徒的兽性 一个打光了子弹的男人 被暴徒浇上汽油点燃了 火人在街上走了 几步倒下 一群暴徒围着欢呼嚎叫 林薇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幕 他身上白色的军礼服 沾满了灰烬 老祖翁和祖父躺在医院 妹妹尸骨未寒 兴马台全体华人都面临危险 自己已然成为华人领袖 五万人的生死 细于他一身 据说马豆还活着 这给了林薇支撑下去的信念 他并不能确定 发推的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马豆 但让大家以为 马豆还活着就够了 抵抗 誓死抵抗 九十八年的教训 让华人学聪明了 伸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何不搏一把 可惜那些现弹枪 全都散落在民间 存有多少子弹也不知道 林薇正在想办法 一个家仆前来报告 有个人自称是中国海军 他有办法救我们 快请 来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华人青年 T恤牛仔 会说潮州话 自称是中国海军中尉萨志远 新马台海军教官 现在他们手里有一艘军舰 一艘军舰能运在多少人 这是林薇最关心的问题 我来不是商量撤离的 是商量如何歼灭他们 萨志远说 巷战开始了 华人开始有组织的抵抗 年轻人开着摩托车后座上 带着枪手多路出击 屋顶上也出现拿猎枪的人 暴徒们的攻势减弱了 但是很快 菲尔南德斯就派人送来大批武器 一辆辆皮卡车的车厢里 装满从警察局和枪垫抢来的枪械 暴徒们手里有枪 胆气更壮 暴徒步步紧逼 华人渐渐收缩 最后的大本营是林家大宅 这里有高大的院墙 坚固的大门 墙上有拿枪的人守卫 一时半会攻不进去 暴徒们也是有组织的 他们的几个头目在线上联络 集中兵力攻打林家大宅 对下面人说 这里住着星马台最富的人 家中女眷貌美如花 黄金财宝拿都拿不完 上千名暴徒从其他各处围拢过来 但只有轻武器的他们一时半会攻不进去 其中有个曾经在叙利亚当过拥兵的家伙出了主意 用自爆卡车撞大门 自爆卡车是叙利亚战场的大杀器 缺乏重武器的恐怖分子在卡车上装满炸药 找一个被洗脑的傻小子当司机 冲撞要塞和防线 卡车周围还焊接了钢板 挨上几发RPG都没事 但是在星马台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么多炸药 就只能用卡车硬撞了 这是一场暴民的狂欢 暴徒们的乐趣不仅在于烧杀抢劫 那些太没有难度了 在这场游戏中稍微增加点难度 乐趣会直线上升 上千名暴徒将邻家大宅包围 里面的枪声已经很稀疏了 暴徒们三五成群站在空地上 手里拎着酒瓶子时不时喝两口 有人脚上穿着崭新的耐克鞋 有人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还有人背着夜经电视 每个人都收获颇风 接下来他们要洗劫新马台首富的家 想想都兴奋 有人在网络直播攻克邻家大宅的过程 关注者颇多 不乏为之较好的人渣 此时劳埃德的保安队已经进入市区 正在逐步恢复治安 他们是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的 所以不会干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情 但也不会干涉进攻邻家大宅的行动 甚至连华人区都不会涉足 他们收复了政府大楼和警察局 派出巡逻队保护军民区 这一切都被BBC和CNN的记者播报 发送到全球 一辆推土机开了过来 暴徒在附近找到这个 控制好方向 不需要人驾驶就能撞开邻家的围墙 推土机突突突地开进 轰隆一声巨响 围墙它了 暴徒们呐喊一声 潮水般涌入 三公里外的海面上 一艘弗来撤击驱逐舰静静停着 五门五英寸口径的舰炮瞄准市区 同等口径下 舰炮的威力和射程远大于路炮 如此近的距离 就算是二战时期的老炮 也能准确命中 几乎等于是直射了 大批华侨鞋儿带女逃到海岸边 在这里 他们才能感到安全 因为那艘驱逐舰的桂杆上 迎风挑扬的是五星红旗 是母国的旗帜 是中国的海军 是我们的海军 这些华侨对这艘不经常露面的军舰并不熟悉 他们也分不出军舰的年代 他们只认识那面旗帜就够了 舰炮瞄准的方位是邻家大宅 萨制远已经精确测量过了 确保投炮就能命中 身为中国军人 参与星马台内部争端是大忌 但他和邓和商量过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再说 这个结果眼上根本找不到人报告 干了再说 这才是血性难而为 这艘军舰停泊在修船场 萨制远找了五十个船工 把军舰开了起来 他接手的时候 火炮没拆卸 连炮弹都原封不动 现在这艘舰是星马台威力最大的武器平台 可以决定天平向哪一边倾斜 林薇在一栋高楼上 看着自家大宅里的群魔乱舞 百年经营 大宅里光是谈目家具 就价值连城 还有珍藏的古玩字画 黄金玉石 豪车名表 都来不及撤出了 炮火之下 玉石巨坟 但他一点都不心疼 他要为死去的妹妹报仇 为重伤的曾祖和祖父报仇 为1998年死难的同胞报仇 对讲机里传来萨志远的呼叫 林少 我觉得 由你来下令炮击比较合适 好 林薇答应一声 望远境内 是从小长大的家园 无数温馨回忆浮上心头 转而变成撕心裂肺的悲愤 开炮 林薇闭上了眼睛 耳畔只有欢声笑语 朗朗书声 连远在机场的人都能听到重炮轰击的声音 五门五英寸舰炮 如果以单位时间内输出的火力计算 相当于一个155毫米重炮兵营骑射 别说打民宅了 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防御攻势都能给你炸成废墟 上千名狂欢的暴徒涌入林家大宅 冲进建筑洗劫一切 萨志远早就推测出他们的举动来 所以在炮击策略上 他使了个小花招 费来撤的主炮是高频两用炮 弹种齐全 除了海战用的穿甲弹 还是防空的高爆弹和对地轰击的流线弹 虽然火炮已经在报废状态 但是三五公里内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前主炮打出的第一枚炮弹是石心的穿甲弹 造成的伤害不太大 只是将林家大宅主楼砸了个大洞 但是造成的动静不小 暴徒们吓得半死 纷纷从建筑中逃出来 这是普通人的反应 遇到事先跑 第二枚到第四枚炮弹 都是加装定时引信的高爆弹 这本是防空弹种 在设定好的高度爆破开来 用碎片杀伤来袭飞机 用来收割人命 再合适不过了 四枚炮弹 以每隔两秒的频率 在空中爆炸 下了一场炙热的铁雨 据目击者称 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 萨志远做过精密的测算 将林家大宅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一枚炮弹 确保没有死角 林家大宅户外的有生力量 无疑幸免 全部瞬间倒地 热带建筑单薄 炮弹碎片将防污打得千疮百孔 很多在室内还没逃出来的人 也被杀死 林家大宅血流成河 这是事实描述 不是修辞上的夸张 几百人当场炸死 没死的人也吓破了胆 血水浸透了土壤 网球场失衡遍野 游泳池里飘满浮湿 池水都染成了红色 观察员报告情况 萨志远停止炮击 毕竟是林家的房子 手下留情 别给人家炸成平地了 之所以选中这里 作为打尖灭战的场所 也是经过考量的 林家大宅相对独立 周边空旷地带宽阔 不会造成误伤 也没有比林家 更能诱敌深入的 合适地点了 只是连萨志远 都没料到效果这么好 事后红十字会来收敛尸体 找到四百具狐轮尸体 被炸碎得不好统计 估摸也有一二百人 费尔南德斯苦心运行了 两年半的行动毁于一弹 准确地说是 毁于山鹰攻击机的火箭弹 和驱逐舰炮轰击 他输得不冤 青庄部队 永远无法与众武器抗衡 老天都不站在他这一边 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势已去 费尔南德斯像上次一样 及早的脚底 抹油溜之大吉 掏下他的精锐雇佣兵和炮灰们 他有逃离的渠道 一架停在野外的小型飞机 可这些人 却没有工具 逃离这个岛国 新马台的军警实力 其实并未受到重创 他们只是被驱散了而已 警察四散 折服在各处 县兵们固守待员 现在外面胜负已分 他们也该出来收拾残局了 此前 暴徒一度占据了 新马台国家电视台 这是网络时代之前的 政变必要步骤 占领电视台 发布公告 宣布接管国家 但是时代变了 年轻人不看电视了 占领电视台也白搭 人家都在网上看新闻 网络是马豆的主阵地 网上舆论占他驾轻就熟 王子的人设 加上不拘小节 狂放不羁的风格 吸引了全球数以千万的粉丝 马豆直接在推特上 发布首相行政命令 令军警全力浇灭暴乱 可以当场射杀恐怖分子 警车再度出现在街头 消防车呼啸而过 枪声比几个小时前 稀疏了许多 城市治安基本恢复正常 这时候最尴尬的 莫过于劳埃德保安们 他们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至今还占据着政府大楼 内政部长与劳埃德高层交涉 要求他们立即撤出政府大楼 劳埃德没有在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 BBC的记者 在政府大楼前对着镜头说 我们看到了令人心寒的一幕 拯救了这个国家的英雄 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和暴打 却被当作不速之客对待 最后通牒来了 五分钟内 劳埃德的武装人员 不撤出大楼的话 空军将会轰炸大楼 作为提醒 三架山鹰攻击机编队低空掠过 展示着一下的炸弹 五分钟后 劳埃德的保安们撤出了大楼 准备上车离开时 四架武装直升机出现 高音喇叭喝令他们放下武器 一个保安不信邪 举枪示威 被机枪当场打死 人都有急眼的时候 新马台军警被虐了整整一天 新婚王妃都炸死了 劳埃德和马斗之间的矛盾 人尽皆知 说他们事先不知情 纯粹就是学雷锋来的 三岁小孩都不信 不趁着这个机会 将劳埃德的武装力量缴械 难道还要再挑日子吗 劳埃德的五百多名雇佣军 放下武器投降 警察将他们压到一个足球场关起来 等待甄别 警方全程大搜捕 凡没有新马台身份证的 年轻马来一男子 统统抓了再说 全国出境交通暂停 滞留在机场的旅客们 一时半会别想出去了 政府要抓间谍 谁也走不了 马斗没回为王宫 也不去政府大楼 就在空军基地办公 这次危机暴露了很多问题 他的统治就像 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一推就倒 海陆军三军的表现都很差 陆军尤其差 警察部队也不够出色 最让人心痛的是 政府内没有一个敢担当的 嘛 部长们御事 首先想到的是保命 是逃走 而不是力挽狂澜 入夜 城市恢复平静 首相宣布宵禁 军警联合执勤 大街上空荡荡的 很多店铺玻璃被砸 门上插着国旗 人行道上地砖残缺不齐 燃烧殆尽的汽车 只剩下残涵 马斗来到婚礼马车出事的地方 平调 他的妻子林佐尔为国捐躯了 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马斗在原地站了很久 林薇整夜不得消停 他被马斗紧急委认为 戒严司令部副司令 让一个军衔 只有少尉的华裔 出任如此重要的军职 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尤其是军中老资格的 校级军官们 他们满腹牢骚 新马台军队规模小 将官只设一个级别 上校就是高级军官了 以前马斗忍着他们 纵容着他们 就是因为相信这些人能保护自己 可是大事来临 全靠外人才打赢 要这些人何用 军警连夜搜查贫民区 又以搜捕暴徒的名义 开进了劳埃德的管辖范围 大批暴徒确实藏在丛林中 富于顽抗的被当场击毙 活捉得也有三四百人 等待他们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俘虏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小角色 他们根本不清楚内幕 招不出有价值的情报 所谓军事法庭 就是一张桌子一个人 简单问几句话就枪毙 尸体拖到大坑里埋了 没有记者拍照 没有网民上传 从林中默默进行的是无言的复仇 陆军兵力有限 大批青壮年市民被组织起来 每人发一个红袖章 就是新马台国民警卫队 他们负责宵禁和搜捕漏网之余 国民警卫队归林威管辖 林家在这场动乱中牺牲最大 付出一个女儿和整个大宅 这些马斗都看在眼里 他会报答林家 报答一切忠于自己的人 机场 旅客滞留于此 席地而卧 外面宵禁戒严 没有通行证的车辆一律不得上路 机场停电了 酷热难当 也没有饮食供应 自动售卖机里的饮料全都卖空了 洗手间的自来水也停了 旅客们痛苦难耐 却又不敢抗议 现在新马台是军管状态 军管就意味着当兵的说了算 秀才遇到兵 有理都说不通 好在手机是通的 刘丰正尝试着给傅平安打电话 请他解决一下大家面临的困难 傅平安就在隔壁的空军基地 他闻讯赶来 聆听大家的诉求 刘丰正代表大家发言 他说要么让我们乘飞机离开新马台 要么放我们回酒店 哥在这儿算什么事 起码得供电吧 这么热的天 没有空调没有饮水 会死人的 傅平安说我转告当局 一定尽快解决 群情激愤 大家都把脾气撒在傅平安身上 一个个叫嚷不停 没人留意 人群中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白人男子 步履盘山挤过来 悄悄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枪 枪械得冷光一闪 被站在傅平安身旁的罗锦发现 闪身挡在傅平安面前 刺客从人群中冲出 举起手枪开火 但是人实在太密集 不知道是谁扮了他一脚 子弹打偏了 救护车警笛呼啸 将伤员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今夜的医院格外繁忙 尤其是外科医生 光枪伤就有几十台手术等着做 但是这两个人的优先级最高 因为他们俩都是评判的大功臣 刺客打光了子弹 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擒拿 打了个半死 他是丹尼洛克上尉 逃走之后他简单处理了伤口 跟着逃难者来到机场 本来想趁乱逃离 没想到一直滞留 当他看到傅平安出现的时候 他有过犹豫 是现在报仇还是在等以后 最终他决定立刻就做 否则今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失眠 木兰接到噩耗的时候 差点晕倒 他急忙赶到医院 手术正在进行中 胶着等待半小时后 医生出来了 木兰扑过去问伤员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危险 没有生命危险 你是他妻子吗 医生反问道 我是 木兰撒了一个谎 你丈夫的一颗高丸被子弹打碎了 你没有子女吗 医生问 言下之意很明白 以后他就是公共了吗 木兰带着哭腔问 性功能有没有受损 这个现在不好说 手术很成功 你放心 医生走出没几步 又被徐南拦下 我们队长怎么样 这两台手术是同时做的 医生也给罗锦主道 下腹部中了一弹 已经取出缝合 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说 一颗子弹穿透两个人 这一男一女算是有缘分 这不算是大型手术 结束后 伤员推入普通病房 今天医院极其繁忙 病房床位也超级紧张 但傅平安依然享受单间待遇 他还处在昏迷之中 房间里只有木兰一个人陪护 他脑子很乱 总想着傅平安以后说话 尖声细语的样子 会不会废了 会不会变成太监 带着这些疑问 木兰忽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走到门口 看看外面的动静 回到病床前 把手伸进毯子下面 一番摸索 发现一柱晴天 还好还好 不影响功能 忽然身后门响 木兰回头 是马斗轻车俭 从前来探视 他一张脸顿时红通通 好在马斗只关心 傅平安的伤势 没注意他的异常 平安还好吧 马斗问 差一点就成太监了 也许已经是太监了 你说好不好 木兰反问 其实马斗已经问过医生 应该并无大碍 但这事儿 谁也不敢完全保证 也许傅平安从此 就失去男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也未可知 马斗深知 中华文化中无后为大 不管傅平安今后的生活 会不会受到影响 受伤是确确实实的 这是为自己受的伤 必须给予丰厚的报偿 才能告慰天下 我准备把傅迁护导 封给他 马斗说 在授予 他国王荣誉勋章 晋升为上校军衔 等他苏醒 你帮我转达 首相日理万机 三分钟不到就离开了 他还有很多人要探视 要看罗锦 要看林天祥和连长荣 还有大批 在暴乱中受伤的 政府人员和军警 经此一役 马斗的威望更上一层楼 人们更喜欢以国王来称呼他 至于本来计划 要继位的奥黛丽公主 在刻意地减少曝光率下 已经没人记得了 爆炸发生后 苏菲和奥黛丽 立刻被警卫人员 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一直没在网上露面 只是通过马斗的推特 报了一下平安而已 林天祥的情况不理想 已经上了呼吸机 林长荣还好 也在ICU躺着 马斗透过玻璃 看到病床上的人 不禁一阵后怕 自己这条命都是捡来的 生于死一线之间 从医院出来 夜已深 大街上空荡荡的 只有警灯闪耀 随行护卫的装甲车上 士兵手扶重机枪 警惕地看着周围 借严副司令监视从官 林威上前报告 BBC新闻 在质疑陛下的身份 说您是替身桑迪西马 是王公花匠的儿子 马斗比一一笑 自己掌握政权 靠的不是世袭 而是一刀一枪用命 用血与火拼出来的 虽然还比不上 开国太祖的功绩 但也算得上 忠心的英主 能带领新马台人民 走向富强 这才是统治的合法依据 至于是谁的儿子 谁的孙子 谁家的血统 毫无意义 就算我是桑迪西马 又如何 我爱是谁就是谁 马斗不屑道 还有什么新闻 印尼海军 在富谦户岛以南 侵入我国领海 已被我空军驱离 哼 印尼就是想火中取利 一股逃窜的恐怖分子 潜入劳埃德办公区 焚烧厂房仓库 枪杀了十余名英国籍员工 那还不派警察 去保护他们 是 经历浩劫后的军警效率极高 警察部队浩浩荡荡 进驻劳埃德主场区 劳埃德的保安 已经全军覆灭 想阻拦也不可能 军队则开进种植区剿匪 据军方估算 行动预估要持续十年以上 资本市场最为敏感 当天伦敦股市上 劳埃德股价暴跌 一小时蒸发上百亿 罗锦从麻醉中醒来 外面是漆黑的 病房内只有一盏孤灯 陪床的徐南 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他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依然心惊胆寒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实战 他以为自己反应够快了 但实际上 连枪都没掏出来 看到刺客出现 罗锦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逃或者是警 而是挡在父平安身前 他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 或许是内心深处 觉得欠这个男人的 亦或是想让对方欠自己 总之是堵口气 非要和他划清界限 两不相欠 但是搞来搞去 反而瓜葛更甚 因为父平安反身 就把自己给护住了 枪声响起 嘈杂一片 他清楚地看到父平安的脸 僵硬中带着痛苦 那是重担的人特有的表情 自己也重担了 就像一根烧得火红的铁筷子 直接捅进小肚子 起初感觉不到疼 几分钟后 全身就没了力气 电影中挨了子弹 还能打能跳的 纯粹就是胡扯 伤口已经缝合 罗锦不敢伸手摸 万幸只挨了一枪 好像父平安挨了不止一枪 不知道他还活着吗 想到这里 罗锦又紧张起来 强称着想起身 动静太大 惊醒了徐南 赶紧上前按住他 罗对 别动 明天专机来接你回国 父平安呢 他没事吧 罗锦问道 父平安已经脱离危险 没事了 徐南说 罗锦心里有事 肯定是重伤 哎 自己又欠他一条命 天亮了 医生来检查了罗锦的情况 测量血压后 批准搭乘飞机 救护车将他拉到机场 还有医生随车陪同 救护车一直开到机场跑道上 罗锦躺在担架上被抬上飞机 安置妥当后 医生给他挂上点滴 昨天手术完 还得继续用药防止发炎 这是专门为罗锦一个人飞的航班 从新马台直飞广州 那边最好的医院已经做好准备 直升机等在白云机场 等病人一到 立刻送院进一步检查 罗锦昏睡了一路 等醒来 已经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躺着了 一大堆专家围着他会诊 他还不清楚 为什么搞得这么隆重 不就是中了一枪吗 小国家有一点好 容易被颠覆 但恢复秩序也很快 在高层的默许下 军警大开杀戒 一晚上不知道捕杀了多少身份不明的暴徒 什么法律程序全部要了 这其中肯定有杀错的 但绝大多数都死得不冤 治安迅速好转 戒严解除 但宵禁依然实行 王妃殉难的地方已经成为花的海洋 无数市民前来吊咽临左 只可惜那个牺牲的替身 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总有人不甘寂寞 有人在网上爆料说 死了的才是真马豆 活着的才是替身 是王公花匠的儿子 名字叫桑迪西马 与马豆同岁 从小一起长大 外形也高度接近 桑迪西马十七岁时 曾经去过泰国一次 从此后销声匿迹 据分析师接受了整容手术 变得和马豆一模一样 再加上平日勤家模仿训练 语调不太生活习惯 都和马豆别无二致 就是一个影子人 文章还说 马豆绝不会在自己的婚礼大典上使用替身 因为他是一个极度自负家自恋的王子 在重要仪式上不会缺席 又配上各种细节图片 证明某次视察是替身 某次简阅是真身 文中附带桑迪西马的履历表 从小到大的照片 颇能迷惑一些人 这是劳埃德最后的招数 妄图动摇现行政权合法性 这些花招在绝对优势面前徒增孝儿 别管死了的到底是谁 这个把新马台从覆灭边缘拉回来的人 已经赢得了民心 网上大量的视频 给了战略家们复盘的参考依据 马豆是在军警体系崩溃 陆海军基地被占领 全国陷入混乱中 硬生生把局面搬回来 靠的仅仅是50个女兵 两个会开飞机的外籍人士 和一帮船工而已 这是何等的魄力 何等的勇气 别管他是马豆还是桑迪西马 对新马台人民已经没区别了 傅平安是在病床上 接受国王荣誉勋章的 马豆给了他最高的荣誉 和最丰厚的报答 傅千户岛是王室财产 现在归傅平安所有 虽然这座小岛地处偏远 但是岛上的宝藏价值连城 光是那批正是时期留下的檀木 就价值连城 更别说水下的沉船了 据好事者初步估算 傅平安现在的身家 在20亿美元左右 折合人民币 他130亿 当然 这只是纸面数字 想变现还挺麻烦 百亿身家的代价不菲 傅平安中了三枪 两枪打在防弹背心上 一颗子弹从胯下穿过 子孙带都打穿了 还在主要零件都在 没变成太监 古清华得知傅平安受伤的消息后 本想千里迢迢赶过来 但是新马台的国际航线还没恢复 现在只有人往外走 没人往里进 最走运的就是谢小明 马东念及中国人所做的贡献 特批中国籍旅客离港 谢小明的护照还压在警局 他推说护照在混乱中丢失 居然蒙混过关 上了飞机 再落地已经是广州 母子俩欢呼雀跃 庆祝自由 杨启航也在这趟航班上 他很为外甥全家担忧 虽然眼前的困难解除了 但未知的困难还在前方 傅平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建议杨平 想办法补偿一下受害者们 杨平眼睛一瞪 又不是我儿子害的 一分钱也没有 傅平安也于一周后回国 临行前 他乘车在市区转了一圈 看到了被夷为平地的邻家大宅 据说 这里将会改造成一所华语中学 也只有孩子们的阳气 才能压得住 死在这里的几百条恶鬼魂魄 回到晋江后 古清华也回国了 两人团聚 小别圣新婚 还好还好 独头算更了 一个月之后 罗锦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最近他总是没胃口 吃什么都吐 于是去医院检查条理 找的是中医 老中医把了麦说 恭喜 这是喜脉 罗锦说 什么喜末 我还没结婚 老中医微笑道 建议你自己测一下 罗锦出了医院 在门口药店买了三个不同品牌的验运棒 回去测试了一下 全都是两条杠 妥妥的喜脉 他欲哭无泪 长到三十岁 没和男人有过任何亲密接触 怎么就怀上了呢 罗锦再三考虑 还是给他哥哥罗汉打了电话 他有点慌 现在必须有个主心骨拿主意 哥 我怀孕了 谁的 不知道 那边罗汉已经炸了 罗汉在第一时间就飞回了北京 他下意识地认为 妹妹是人屎乱中气了 延续到罗锦前几个月都在新马台 所以京首人很有可能就是傅平安 他火速回京 直奔罗锦家 罗锦负伤后 园外任务就自动终止了 上面另外派了一个女军官接替他的工作 而罗锦暂时没安排任务 在家养伤即可 据传闻等他商欲归队后 会调入总餐工作 罗家在北京没有房产 他住的是部队的单身宿舍 兄妹俩的对话不打鸡风 简单高笑 罗汉风风火火进门 脸都不洗 直接坐下问道 是那小子干的好事吧 他连名字都不需要直说 罗锦自然明白指的是谁 是 也不是 不能确定 罗汉捂住了头 你们那乱成什么样了 罗锦说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仔细分析过 进入我身体的只有一个东西 我拿给你看 罗汉说 我不看 不堪入目 罗锦说 你再这样说我可生气了 让你看你就看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说着 他从冰箱里 取出一个小蜜蜂袋 丢到罗汉面前 蜜蜂袋里的东西 罗汉太熟悉了 是一枚变形了的九毫米手枪弹头 上面隐约还有血迹 他不由地一阵心疼 也大致明白了咋回事 这颗子弹先击中了他 穿透他的身体 击中我 是手术时取出的 我怀疑 不会这么寸吧 罗汉说 我倒是在网上 看过类似的故事 不过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事 人家那是飞了几百米 已经乏力的铅弹 你们这是出速高达四百米的手枪弹 不可能啊 不科学啊 罗锦说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这也是唯一的可能 这颗子弹上应该还能检测出DNA 如果有他的DNA 那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罗汉嘖嘖连声 继而画风一转 他愿意娶你吗 罗锦面无表情道 这事能赖人家吗 人家有女朋友 罗汉说 那是活该 他没这个命当我的小舅子 罗锦说 你好像说错了 罗汉说 错了错了 是我没这个命当他的大舅子 又错了 我呸 明明是他没福气当我妹夫 算了算了 我帮你找个可靠的医生 现在应该可以要留 罗锦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怎么能这样 你做舅舅的要杀自己的外甥吗 罗汉更加不可思议 难不成你还要生下来不成 罗锦反问 不然呢 罗汉气得团团转 那可不行 绝对不行 我给你分析啊 你未婚先孕 这本来也不是多大事 但你是军人啊 又在总部这边 这种事情解释不清的 就算你拿出证据来 别人也会故意选择不相信 你的事业 不能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孩子 不对 现在还只是胚胎 而毁掉啊 罗锦看着窗外 一脸无所谓 我生在部队大院 从小就和军人一起生活 长大了考军校 当兵 我像个男人一样坚强 本来我是想一辈子不结婚的 以部队为家也挺好 但是当我有了这个上天赐予的宝贝后 我忽然找到了骨子里女人的那部分 我要做一个母亲 谁也阻拦不了我 至于事业嘛 很简单 转业呗 罗汉说 你都想好了 还找我干嘛 罗锦说 首先我要确定子弹上的DNA 我不认识人 你得帮我找关系 然后我要办转业 还要办转生政 这些都是你当舅舅的事 罗汉再次捂住了头 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 你和孩子爹结婚不就完了 罗汉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父平安虽然有女朋友 但是未婚啊 拆散他们没有心理负担 这事他可以做 罗锦坚决不同意 孩子的父亲和丈夫是两码事 我和小父不熟 没有一起生活过 我不能强行绑架他 就算找个爹 也不一定非他不可呀 罗汉说 我管不了 这事得让老罗出面了 老罗就是罗克公上将 罗克公是罗汉的亲叔叔 是罗锦的唐伯 从小兄妹俩就跟着老罗长大 情童儿女 罗汉跑去向罗克公做了报告 还在病中的上将得知自己将要做外公了 精神明显一阵 人生短短几十年 最大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生 一件是死 现在你妹妹就摊上了 一个孩子的降生 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认定了 咱们就支持 罗克公一锤定音 罗汉也没别的话说 他们是军人家庭 对生死看淡 对身外之物更加看淡 什么军贤级别房子车子 所以不太在乎世俗的眼光 至于罗锦是否转业 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 罗汉带着子弹去做了个鉴定 军方保存有傅平安的DNA样本 做个比对就能知道答案 鉴定结果在意料之内 再调阅了罗锦和傅平安的病例 就更加清楚了 傅平安一颗高丸都被子弹打掉了 部分精子 想必是被弹头携带到了罗锦的子宫里 胚胎就是这么来的 说起来这孩子还真是上天赏的理 罗锦去一家私营医院做了检查 现在还查不出什么来 但他决心一下 这孩子就算有残疾也要生下来 傅平安不知道自己已经喜当爹 这一次负伤后 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以前他总有一种泥肢自信 觉得自己刀枪不入 就算挨几颗子弹也不能伤筋动骨 这次金身已破 往后再不收敛 恐怕命都保不住 回到晋江后 他休养了一个月 每天只去学校 不再管公司事务 安兰贸易现在越来越庞大 随着中兴贸易的扩大 这家原本只是经营木材进口的小公司 变成了庞然大物 承接从军火到义乌小商品的全部跨国贸易 中企在新拿地建设也绕不开安兰 总而言之 安兰贸易就是不挂牌的领事馆 如此多的业务量和工作人员 区区新纪元广场已经容不下他们了 起初傅平安想收购新纪元广场 被新招聘的员工劝阻 说我们不如拿地 新建一座大厦 反正有政策照顾 要干就干大的呗 傅平安仔细思量后 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但更触动他的事 他明白了自己的短处 中国人有一种思维 一个人一旦在某方面成就特别高 他就自动变成了万事通 傅平安荣誉满身 学历也高 但他并不是经商的人才 安兰贸易的发展 并不是靠经营者的努力 而是靠董事长一刀一枪拿命拼出来的照顾 傅平安决定退出管理层 但保留董事长职务 安兰贸易在中银大厦 租了一整层写字楼 新纪元广场的几间办公室依然留着 偶尔傅平安还会去开个会听取报告 只是没在电梯里再遇到过谢小明 他知道谢小明七宝回国 两千万美元打了水漂 不知道是不是真怕了 这小子从此不敢露面 这场异国动荡给每个参与者都留下深深的印痕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驻兴大使因为处置得当得到外交部嘉奖 仕途光明 萨志远和邓和以及园外训练分队被海军授予集体一等功 罗锦的园外通讯分队也是同等规格 另外几个人二等功一次 机长老王 大名叫王伟 空军某部转业军官 以他的身份无法得到中国的奖章 但是新马台政府授予他一枚国王荣誉勋章 外加空军上校荣誉军衔 江航也给他内部嘉奖 升了一级工资 进洛宾也拿了一个嘉奖 如愿以偿地去飞波音七三七了 那些没有参加战斗 却亲身经历了逃难的种种艰辛的同胞 基本上每个人都发了朋友圈或微博 但是比起潘小阳来他们就弱爆了 潘小姐找了个文笔不错的枪手 替自己写了一本书 《我离王妃只差半步》 书里一半都是东南亚风光 和自己的写真艺术照 以一个丑小鸭的视角进入股市 农村来的励志女生 遇到了微服私访的王子 两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后来王子回国继承王位 女生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下 与王子各种纠葛 最后真情还是败给了政治联姻 但一场爆炸打破了一切 潘小阳的这本书 取材于真实经历 又是第一人称 销量火爆 马阳百万册 刘峰正早在没成书之前 就买了版权 号称要打造世纪最火IP 等图书市场效果出来之后 转手就把影视版权 以3000万的价格卖了出去 还有附加条件 必须用一线花旦 饰演潘小阳 还得把刘峰正写到剧本里去 饰演刘峰正的演员吗 最好能请到梁朝伟 当妻赶不上的话 刘德华也行 转眼就是新的一年了 2017新年一时 傅平安家迎来第一桩喜事 去年春节买的妻房终于上房了 李建民给安排的精装修送家电 家具也早早给准备好了 石木家具环保无毒 只需要带被褥就可以入住了 新房子又大又敞亮 还有电梯上下 但泛东和傅东梅住了一天就忍不住了 他们抛不下棋牌师和老邻居们 住在新房虽然舒坦 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更别说打牌了 人老了 活得就是一个开心 物质上的要求反倒不高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 把老爹从沛县接到长安居住 老人家闲这边寂寞冷清 不如在老家好 刘邦就从沛县迁移了一批百姓过来 陪老爹姐们 他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傅平安就没这个能力了 他只能给和平小区五号楼的旧房子加装电梯 让父母上下楼减少体力消耗 加装电梯需要全楼住户同意 这一点没问题 傅东梅人员好得很 至于费用更无所谓 傅平安全部承担 其他楼层的邻居跟着沾光就行 月底就是春节 每逢春节 就是父母长辈们逼婚的时候 范东升还小 还能再停几年 傅平安已经二十七了 奔三的年纪再不考虑成家就太迟了 但古清华报定单身主义 傅平安也不想勉强他 他甚至想 如果父母想抱孙子的话 干脆去领养一个得了 反正自己也是抱来的 不和亲生的一样吗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傅家迎来了第二桩喜事 绝对的惊喜 更确切地说是惊吓 罗汉实在无法容忍妹妹一个人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 别管这事和傅平安的主观意志有没有联系 这孩子总归是他的 与其自己烦恼 不如大家一起烦恼 把麻烦丢给正主解决 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案 大家都是敞亮人 罗汉深知傅平安的性格作风 所以他没找古清华 也没找傅东美 而是来到晋江 和当事人面对面 罗汉突然出现 傅平安觉得有些意外 罗汉的话更让他意外 罗锦怀孕了 是你的 罗汉开门见山 我的 傅平安就算泰山崩于前 都面不改色 听到这句话也傻了 罗汉也不废话 将一堆资料摔在他面前 傅平安看完 觉得裤裆里冷嗖嗖的寒气逼人 刺客一颗子弹 没杀了人 反倒造出个人来 可自己和罗锦没什么呀 连感情都没的 俩人就有了结晶了 这上哪说理去 这让古清华知道了杂整 这让父母知道了 还不知道高兴成啥样 他深吸一口气说 我尊重罗锦的决定 罗锦准备要这个孩子 傅平安张口结舌 这件事最好的处理方法是 做掉摊儿 大家都轻松 罗锦这么做 对谁都不好 可胎儿在人家肚子里 自己连经手人都不算 最多是个捐赠者 无权发言 我知道你一时间很难接受 说真的 我也很难接受 可这就是事实 你要当爹了 恭喜 罗汉说 喜当爹 傅平安默念着这个词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同喜 罗汉说 我也晋升为舅舅了 你这个当爹的 总要拿个章程出来吧 你得负责 傅平安按道我怎么负责 难道给这个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对其他人可不公平 不行 就算罗汉拿枪顶着自己脑袋 也不能接受 这事也没有先例可以依循 只能凭良心办事了 这孩子我认 生下来我可以接收抚养 如果罗锦要自己养的话 我可以出抚养费 供养这个孩子到18岁 我可以经常去探望 如果罗锦同意的话 总之该是我的责任 我绝不推卸 罗汉对傅平安的话并不满意 但他也挑不出理来 总不能拉狼配吧 就算傅平安愿意 罗锦也未必愿意啊 再说现在的傅平安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可以随意欺凌的新兵担子了 现在人家的荣誉头衔 比自己还高 就算省不及领导 军级首长在傅平安面前 也得磕磕气气了 自己这个忠孝大舅哥 还真脱不了大 你俩就不能处处 罗汉外粗内戏 平时显得鲁莽 其实内心细腻得很 身段也可以很柔软 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娶我妹妹也不辱莫你吧 为了孩子 你就同意吧 罗汉能把话说成这样 已经很低三下四了 但他就算跪下磕头 也改变不了现实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这不是做买卖讨价还价 这是关系到一个 活生生的人的命运 和几个家庭的走向 父平安不会让步 我们罗家的人 战场上是胜利者 警场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罗汉发出哀鸣 他想到了正在追求的一个女子 放着自己这样成熟 睿智幽默的特种部队军官不要 却喜欢一个平民子弟 这上哪儿说理去 不管怎么说 父平安是孩子的亲爹 罗汉是孩子的舅舅 各亲各脚 父平安和罗锦虽然没什么 但还是得喊罗汉一声大舅歌 横竖大家都是亲戚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也许孩子大了 走动多了 孩子的爹和娘都走到一起去呢 等着看吧 当个亲戚维持着总没坏处 这个事弄得罗汉很崩溃 这不是铁血硬汉的活 应该由一位热心肠的大妈来穿针引线才对 她草草结束谈话 滚回北京去了 这件事对父平安的震动更大 莫名其妙就当了爹 该有的过程全没有 突然之间就有了孩子 她现在有些理解那些渣男的心情了 被迫当爹 确实不是个让人心情舒畅的事情 回到研究生宿舍 父平安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她没法将这个喜讯告诉父母 也不知道如何向古清华开口 她的脑子一直没停 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忆 虽然自己是捡来的弃婴 但从没尝过孤儿的感觉 她不禁想到自己的孩子 或许要在单亲家庭长大 也许罗锦会给她找个父亲吧 以她的条件不难办到 她浮想连篇 第一次想到了自己的生生父母 以前对他们无感 根本没有想过去寻根 现在她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或许亲生父母有什么苦衷呢 或许他们一直在惦记着自己这个儿子呢 要是开门的声音传来 是老董回来了 两人同住这套两室一厅的公寓 和本科阶段不一样的是 老董年龄和傅平安相仿 带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傻气 两人认识时间不长 但已经是默逆之交 和本科同寝室的哥们不能聊的话题 和老董就能深入地探讨一番 老董坐在客厅里长须短叹 忽然喊道 老傅出来喝酒 郁闷了 傅平安一出屋 老董就觉得不对劲 老傅 你咋了 为你不振的 失恋了 我当爹了 傅平安说 老董一愣 继而狂笑起来 笑完了说 好事啊 你愁啥 又不是没钱买房子 直接结婚不就完了 等等 莫非让你当爹的 不是你那位哈佛的博士 傅平安就把来龙去卖说了一遍 老董呆呆看了他几分钟没说话 墙都不服我就服你 老董说 得亏我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也清楚你的人品 如果你把这话对你女朋友爹妈说 看他们不活活打死你 你这个故事不拿来下酒可惜了 我点个外卖 你负责酒 傅平安去厨房拿了一瓶白酒和两个杯子 不等菜来就兑饮起来 其实这件事他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和老董倾吐一下 只是缓解情绪而已 老董陪他喝了几杯说 听你这么一说 我的心情好多了 我那事也都不叫事了 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 买不起房子算什么 从这个没出生的孩子身上 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傅平安说 我是爸妈捡来的孩子 以前我从没想过寻找生生父母 现在突然想去找他们了 老董说 你的故事有点多 两个菜怕是不够 傅平安说 你说我应该找他们吗 老董说 寻找自己的来处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应不应该 而是如何去找 你有什么线索吗 傅平安说 只有一张纸条 写着封正好扬方五个字 老董说 可能是一种寓意 对孩子的期待 看来叔叔阿姨还挺文艺的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 是这个调调 也有可能是一种暗号 代表着什么 比如一个誓言 一个地点 或者是人名字 你认识姓冯的 或者姓好的 姓杨的吗 傅平安说 我还真认识一个名字里带风筝的人 姓好的也认识 姓杨的也认识 而且年龄都比我大二十多岁 理论上都可以当我父母 老董说 咱们来科学分析一下 遗传基因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 你的身高 相貌 智商 情商都高于平均线 甚至说 可以是优秀的 那么你的生生父母 我们可以推测出 至少一方是当时的顶尖人才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不能留你 所以把你送了出去 大概是不伦之恋 师生之间 或者未婚先孕之类 反正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 应该还是社会中上流人士 是能够接收到你传递的信息的 傅平安说 你有什么计划 老董说 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事 寻访怕是很难见成效 唯一的办法是打广告 在各大媒体上 刊登寻人启事 不过你现在的身份比较特殊 如果暴露真实身份的话 会引来媒体骚扰 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大作文章 所以要匿名进行 比如你在近江最大的玻璃幕墙上打一排字 风正好扬翻 连打三天 懂的人自然会懂 不懂的人看看就算了 这事你别露面 安排下面人去办 肯定有效果 傅平安若有所思 一天后 近江市出现一幅奇景 CBD区域的巨型液晶显示屏上连续滚动一行莫名其妙的文字 上句是风正好扬翻下句是一组时间 1990年4月15日害时 同时 全市出租车后窗的液晶广告屏也显示同样文字 省市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 以图片形式播出 淮江晚报的第八版正版都是这两句 一时间引发无数猜测 新纪元广场风正投资总裁办公室 刘峰正叼着烟斗 将转移朝向落地窗 对面的中银大厦上呈现的这些文字 只有他能看懂 风正是自己 杨帆就是现任副省长杨启航 后面那个日子 推算下来就是他们的儿女出生的时间 刘峰正的心情五味杂陈 对于杨启航他一直心怀愧疚 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标准的花花公子 段正纯一般的人物 但他认为自己对每一段感情都是认真的 负责的 当年没法对杨帆兑现诺言 不是自己不想 而是家里的压力太大 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 杨启航在提醒自己 似乎没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吧 一条短信即可的事情 为什么要花费巨额广告费 难不成是别的原因 刘峰正陷入思索中 与此同时 省政府大楼的一间办公室内 杨启航将手中的晚报放下 铺天盖地的广告 很难不让他看到 风正好扬犯 正对应了28年前 江大一对情侣的名字 当年海市山盟 现在看来就是个笑话 那这个广告是谁打的 刘峰正 不太可能 他不会知道孩子的具体出生时间 掌握这个秘密的人 只有自己的父母和姐姐 可他们不是说孩子生下来就是死态吗 杨启航警觉起来 这有可能是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 就任副省长以来 自己得罪了不少人 如果当年就是爆出 那就是个大丑闻 虽然本质上没什么 谁没年轻过 谁没爱过人渣呢 如果自己还在招商局的话倒还好 但是身处政坛 而且分管国资 土地审批等非缺 就必须小心翼翼 防备来自四面八方的案件 想查这个广告的幕后指使者很容易 让秘书给电视台打个电话就行 但杨启航心思细腻 形势缜密 他不希望政府内部的人知道此事 哪怕是自己的秘书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姐姐杨平 电话那头 杨平大惊失色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听到杨启航拜托自己找人查幕后指人 才诺诺连声 好的 我安排人去查一下 挂了电话 杨平心乱如麻 给老公谢东明打电话 是秘书接的 说董事长正在开会 不方便接听 谢东明不久前卸任行长 身为银行董事长 工作比以前更忙了 几乎从来不回家 杨平已经三个月没见到他了 三个小时后 谢东明回电话了 声音带着不耐烦 是不是小明又闯祸了 杨平说 不是小明 是我妹妹当年的事情 有人在近江大打广告 具体日期时间都写得很清楚 是不是这俩孩子之一找上门了 这要是曝光了 启航还不恨死我 谢东明说 辩证地看 未必是祸 咱们当年也是为了你妹妹好啊 她会理解的 你去查查看吧 但是不能大意 不要放松警惕 也许是有人在搞事情 杨平真托人去查问此事 媒体都是归宣传口管的 她找的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小领导 自然码到成功 但不管是电视台还是报社 答案都是一致的 这是一起他们广告部人员从业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奇葩事 电话委托 网上转账 连合同的甲方都是虚拟的 反正是真金白银进账 电视台和报社也就接了这个活 打广告的人只留下一个邮箱地址 说如果有人去店询问 就把邮箱给他们 这是为了屏蔽好事者设立的护城河 这两行字就像是密码 懂的人自然懂 不懂的人也没必要给予解释 杨平将邮箱地址给了杨启航 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不给 妹妹也会通过别的 途径得到 还不如实称一点 以免引发怀疑 杨启航试着写了一封邮件过去 但出于谨慎 没有提及任何敏感名字 而是假借记者身份询问对方的诉求 邮件如泥牛入海 杳无音讯 这么问当然得不到回音 大家都低估了好事者的数量 前前后后几十个无聊人士 打电话给报社电视台 要到邮箱地址 各种打听各种刨根问底 没一个靠谱的 他也懒得回复 2017年的春节在1月底 寒假放得早 傅平安准备回怀门了 如果不是出了喜当爹这一码事 这个年本来会过得很开心 因为古清华要和自己确定关系了 丁克不昏足 并不代表随便乱来 伴侣是固定的 长期的 得到家人和朋友认同的 所以古清华要去淮门 他也要去一趟南京 先互相见一下家中长辈 然后约个时间 双方老人也坐在一起吃顿饭 不知不觉 赵小辉在晋江读了一年书了 再过几个月 就要面临中考大官 他的父母不在 傅平安就 长胸如腹了一把 从生活到学习全管着 以他现在的能力 其实完全可以帮小辉安排好一切 甚至连高中阶段都可以省略 直接转型马台国籍 以外籍学生的身份 上江大国际学院就是 但他不想投机取巧 因为他这辈子 就没钻过规则的漏洞 全是一刀一枪 自己硬拼出来的 傅平安买了高铁票 正准备带着赵小辉一起乘车 人都到高铁站了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北京紧急召唤 他只能嘱咐小辉 自己坐车回去 然后跟着高铁站工作人员 上了站台 最近一班去往北京的高铁 临时停靠在晋江站 车站人员将傅平安 交给列车长 列车长又把傅平安安排在餐车 就这样在傍晚赶到北京 抵达北京南站后 有车在月台上街 正值北京交通晚高峰时期 这辆军牌轿车开启暴闪 一路急行 直奔中南海 原来是中央领导 就东南亚局势 要找专家咨询 有关部门 推了一个叫戴金波的教授上去 只会夸夸其谈 没一句干货 搞得上面很不满意 是领导人想起傅平安上次做的报告 主动提到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有关方面才临时将傅平安从晋江调来 还是上次那位傅国级领导 领导平易近人 笑容和蔼 傅平安虽然年轻 但出入恭敬这种事见得多了 内心毫无波澜 只是郑杰夫提出的问题 并不在新马台 而在中南半岛 在泰国 在克拉运河 这下把他搞猛了 幸亏他本科学的是国际政治 研究生又学的是东南亚史 短暂的慌乱后迅速进入了状态 引经据点 侃侃而谈 傅平安知道克拉运河的概念 马来半岛北部最狭窄处的克拉地霞 被认为可以挖掘连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运河 以取代或分担马六甲海峡的功能 克拉运河的概念早在19世纪就被英国人提出来的 时至今日也没变成现实 这里肯定有内在深刻的原因 对克拉运河最感兴趣的不是泰国人 而是中国人 克拉运河虽然只比马六甲海峡在距离上缩短航程1200公里 但在战略意义上非同反响 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就不必受马六甲海峡的钳制 郑杰夫是负责能源安全这一块的 克拉运河就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 傅平安慎重起来 感觉像是上了太和殿进行电视的近视 他没有考虑郑杰夫的好物 这是国家大事 不是拿来拍马屁的 马虎不得 从技术因素考量的话 傅平安没什么发言权 他不是这个专业的 从环保因素考量也是一样 但这两样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经济和政治 来得突然 傅平安完全没做功课 他无法说出 克拉运河建成后的经济效益 能给泰国带来多少GDP的发展 也无法预测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的反制手段 他只能从自己最擅长的方面来阐述 那就是历史 傅平安说 每个国家都是有民族性格的 俄罗斯人被称作战斗民族 日本人内敛克制 英国人古板 德国人严谨 那么 泰国的民族性格就是谨慎 泰国是殖民时代 唯一保持了独立的亚洲国家 二战时期 更是八面玲珑 谁也不得罪 时至今日 泰国依然采取这样的国策 与欧美交好 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差 泰国军队采购了大批中国军火 就是民政 而运河的开挖 利益暂且不去考量 得罪的人肯定一大帮 而马六甲沿岸国家的背后 站着的是 可是美国 再者说了 泰国是佛教国家 但泰南部是伊斯兰教为主 运河会人为割裂国土 从长远来看 必大于利 运河挖城 最得力地莫过于中国 以泰国的民族性格来看 断不会为了不确定的利益 而面对重大的隐患 至少在短时间内不会 当我国的国力 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克拉运河问题 自然迎刃而解 可是那个时候 马六甲海峡 也不再是问题了 傅平安以这句话结尾 郑杰夫听完 没有再进行探讨 而是问他来的路上吃饭没 我就坐在餐车上 吃了高铁的盒饭 傅平安说 但是肚子却不配合地 咕咕叫起来 郑杰夫笑了 年轻人饭量大 一个盒饭不够啊 去食堂再吃点吧 说着 让秘书带傅平安 去24小时值班的小食堂 吃了一碗馄饨 吃完饭 工作人员带他出了中南海 依然安排在国二昭住宿 傅平安刚进宾馆 就接到一姐的电话 他们这两年联系不多 这个结果眼突然打电话来 莫非是知道自己在北京 果不其然 一姐不知道从哪听说傅平安在京 必要他参加一个饭局 傅平安爱不住面子去参加了 地方挺宽敞 装修也豪华 满座都是陌生面孔 一姐热情介绍 这位是那个部委的司长 那位是哪个机关的主任 还有一位谦和有礼的中年人 竟然是淮门市的市委书记 过年前 地方官来经走动 也是很正常的 别看在地方上是一方诸侯 厅局即干部到了北京 就是个弟弟 说话都低声细语的 见人就点头哈腰 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想私下见省里的前几号人物 都不容易 遑论中央领导 张书记来北京 也就通过住京办的人 联系一些本地出去的大人物 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 就是联络一下感情 混个脸书 这回住京办很给力 居然约到了一姐 一姐说我有个小老弟 是你们怀门人 这样一来一句话赶话 就找到了傅平安 这个局是张书记做动 但是主宾并不是一姐 也不是傅平安 而是一位傅国籍领导人的秘书 也是怀门人 姓丁 丁秘书姗姗来迟 一进门就连说抱歉 傅平安一看面书 这不就是带自己去吃混沌的哥们吗 丁秘书也看到了傅平安 本来他是来应酬一下 喝两杯就走的 这回不走了 坐住了喝 将傅平安一通跨 能给国家领导人 做国际形势分析的学者里 小傅是最年轻的一个 丁秘书说 前途不可限量 我敬你一杯 这种应酬场合 尤其是位高权重的人物 是不会随便夸赞一个人的 在座的也都是林立人 把丁秘书的话和傅平安刚才的话 结合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傅平安紧急进京 那是海里在召唤 这刚从大内出来 就被拽来和大伙一起喝酒 这得多大的面子 多大的缘分啊 酒过三旬 张书记端着杯子就过来了 先进过丁秘书 转到傅平安这里就不走了 称兄道弟 倾诉忠常 还拿出手机 互相加微信 留私人电话号码 怀门有任何事 哥哥给你办的板正的 过年回去不 我安排 张书记拍着油肚子说 他可不是说客气话 今天他太高兴了 终于搭上一条通天的线了 丁秘书这样的 家早不在怀门了 想照顾也照顾不到 而且人家身份太高 八戒都八戒不着 傅平安还年轻 好打交道 家又在怀门 把这条线经营好了 以后有大用处 倒不是说图升官发财 结交一下未来的大人物 总不是坏处 张书记简单估算分析了一下 傅平安年纪轻轻 就到了这个层次 如果继续学术研究的话 将来就是国师级别的存在 如果从政的话 省不及打底 高了不好说 保不齐能混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礼 久局过后 傅平安回宾馆休息 订了次日非南京的机票 他临时改变主意 先去南京 拜见岳父母 躺在国二昭的床上 傅平安刷了一会手机 他有罗锦的微信 忍不住翻看海他娘的朋友圈 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好像罗锦也在北京 这会他在干什么 会不会处于孕前妻的各种剧烈反应中 他不禁想到2009年初刚当兵那会儿 在守备区食堂看到罗锦的第一眼 做梦也想不到时隔八年 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女神 竟然怀了自己的孩子 命运真是会捉弄人 要不要问候一下罗锦呢 傅平安陷入纠结 问候吧 有点对不起古清华 不问候吧 又显得冷血绝情 思虑再三 傅平安还是给罗锦发了条微信 问他还好吗 发信息之前 傅平安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 无论罗锦怎么反应 他都能承受得住 没想到的是 罗锦秒回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哀怨不满 反而喜气洋洋的 于是傅平安也放下心来 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很久 他这才发现 其实罗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冷 和普通女生区别不大 只是更豁达大气罢了 两人一番倾谈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除了孩子的名字 是叫罗平安 还是叫罗一旦 有些分歧之外 三观还挺一致 不知不觉凌晨三点了 这才互道晚安 次日傅平安搭乘飞机去了南京 古清华在路口机场接他 两人打车回市区 一路上傅平安满腹心事 不知该如何说起 最终还是话成世俗的一句 空手去你家多不好 我临时赶过来 礼物也没带 不如去商场买点东西 古清华说 你想买什么 烟酒补品吗 不用了 我爸妈都不是俗人 买一束花就可以了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在后备箱里放着呢 古家的房子 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品家园 十几年前买的 面积不算大一百多平方 三口人住着正好 两人上楼的时候 傅平安竟然有些紧张 压力比给国家领导人 分析国际形势还大 这是一种心理惯性 在他内心深处 总埋藏着少年时的一丝自卑 房子在二楼 古清华还没敲门 里面就把门打开了 二老站在门口 第一印象是儒雅 书香门第 年龄比自家父母大很多 得有六十多岁了 古父古母都很热情 但又不是那种 让人坐立不安的超级热情 就像认识多年的师长一般 令人如沐春风 很快傅平安就放松下来了 该有的俗套还是要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古清华 没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告诉父母 还是老人家就想亲自问一下 古父提起傅平安的工作和学业问题 现在公司的事情逐步交给职业经理人了 我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在江大历史系读研 古父点点头 你的导师是哪一位 傅平安说 恩师是邵文渊 我上本科的时候就和邵老相熟 后来 古父打断他 我记得邵文渊是戴博士的呀 傅平安赶紧解释 我是邵老破格收的 和一帮读博的师兄师姐一起上课 古父做恍然大误状 古母说 小傅 你和我们家妞妞是怎么认识的 傅平安正要说话 古清华说道 他呀 他就住在淮门和平小区五号楼 我上高三那年 经常和他互发灯雨来着 互相鼓励 互相加油 古父说 和妞妞同年的呀 那你是工作了几年后 才想到读研的 傅平安说 08年高考我落榜了 当了两年兵才考的大学 比同年龄的人 晚两年上大学 读研也就顺言晚了两年 业余时间帮人打工 开了个公司 最近也在 慢慢退出了 以后我还是想从事学术性的工作 我想我不太适合做生意 古父说 打算留校吗 傅平安说 我想去中学教书 我觉得少年阶段 对一个人的成长更加重要 我曾经在一所 工读学校改的中学复读 那一段经历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古母说 从北京飞过来 也够辛苦的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咱们一起去 扭扭外婆家 二老进卧室去了 把空间留给两人 傅平安小声问 你没把我的具体情况告诉他们 古清华说 说了呀 大致情况肯定说了的 详细情况嘛 我还不太了解呢 这话是实话 两人虽然认识时间不短 但是据少离多 大部分交流在网上 探讨人生和未来 傅平安素来低调 不爱刻意显摆 古清华更是对物质条件看淡 他看中的是傅平安的人品 而不是其他附加值 所以也从来不刨根问底 掌握的信息不太多 傅平安说 我感觉伯父伯母 对我不太满意啊 他的第六感是准确的 主卧的阳台上 古夫拉上玻璃隔断 和妻子探讨起未来女婿来 对于傅平安的学历 不是很满意 妞妞是哈佛博士 她才是江大的研究生 这个差距有点大 再说以后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晋江 这日子可怎么过 古母说 孩子倒是很坦诚 你注意她的坐姿美 坐在沙发上腰杆笔直 眼神清澈 孩子是好孩子 爱 妞妞喜欢就好 古父说 古母叹了口气 可惜啊 至于可惜什么 她没具体说 古父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 见过世面 对人身参得很透 女儿确实优秀 而且过于优秀 试问 天下能配得上哈佛女博士的 能有几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扎克伯格的 再说 真找个洋女婿 也未必是良配 老两口曾经在马萨诸塞州 住过一年 终究还是不适应 女儿能找个中国女婿 没弄个金发碧眼杨小火 甚至黑小火 他们已经偷笑了 学历低点就低点吧 忍了 古清华带父平安参观了自家的书房 三居室的房子 主卧老两口住 次卧留给女儿回家探亲住 还有一间改成书房 书架上满满当当都是书 看得出古父涉猎颇广 而且很有深度 伯父是个技术型官员 傅平安说 我爸其实是个伪装成官员的知识分子 他原本在大学里教书 后来被调取当法语翻译 国企给的待遇高码 就留在深圳了 再后来 又进了政府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 直到退休 古清华随手拿出一本书翻了翻 放回原处 你看我爸把所有的书都包上牛皮纸的书皮 书籍上写书名 根据种类和开本大小排列 处女做的强迫症啊 傅平安的目光 被书桌上的一个檀木把键索吸引 说伯父喜欢檀木的话 回头我送他一些 古清华说 我替他谢谢你了 走 我先带你去酒店开个房间 把行李放下 傅平安说 不住家里啊 古清华称道 想得美 酒店就在隔着一条马路的秦淮河畔 两人在酒店稍坐了一会 等到下午四点半 差不多该出发去外婆家了 古家没车 古清华打了一辆滴滴商务车 一家人同车前往 路上古父给傅平安 讲述着南京六朝古都的悠久历史 和人文风貌 古母忍不住说 人家小父可是历史系研究生 你就不怕班们弄辅吗 傅平安笑道 我主公东南亚史 对南京历史还真是不太了解 车沿着中山路向北 经过新街口 到古楼路口左转 进入一条林荫大道 冬天的法国梧桐叶子还没落近 略有萧瑟之意 傅平安看了一眼路牌 北京西路 这条路上民国时期的小别墅小洋楼多 省级机关单位多 最终商务车停在一扇黑色大门前 能住这种有年头小洋楼的人 级别一定不低 你外公是干什么的 傅平安轻轻问了一句 我外公去世了 外婆以前做过省某某总局的局长 古清华说 傅平安明白了 这是干部家庭组合 去世的外公一定级别更高 也许是开国将领级别的 小洋楼红砖外墙 古色古香 甚至还挂了一个保护建筑的名牌 院子里种着几株银杏树 树荫亭亭如盖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树下 看轮廓应该是S级 这里就没有古家的那种书香气 和宾至如归的感觉了 傅平安还没进门 就感受到一股威压扑面而来了 进了客厅 沙发上站起一个人来 外形俊朗的大长腿帅哥 比傅平安高半个头 修身的白衬衣和西裤 穿在别人身上 就是房产中介 或者保险推销 穿在他身上 就是难磨 就是霸总